这次夺梦沙青了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对这个戏的一些感受 刚开始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觉得 演于浩这个人也挺惨 我好像经常见到那种命运比较坎坷的角色 对一开始一上来 就是就觉得命运不公 然后觉得没有办法改变 然后想要一了百了 然后之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内心的意语 但是又不喜欢跟别人说 之后遇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然后改变 然后跟他一起在梦里面冒险 整体感觉我看到本子的时候觉得很新鲜 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节 就是一些比如说一起打坏蛋啊打怪兽啊 对这种情节 然后再加上现实跟梦里面的反常 所以我演完了之后还是觉得 比较期待成片的效果 尤其是梦境当中的戏 因为这里面很多特效嘛 就出来肯定不一样 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海口 待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你对海口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第一点呢就是说 那是一个旅游城市 然后 早上出工收工 看到很多来来往往的游客呀 然后之后 拍摄的地方附近的一些就是来旅游的人 然后很多 然后天气也是因为我都没人吧 冬天都没很冷 然后去到这边之后 是那个温度其实是我刚开始去有一点点小受不了 因为完全是一个大反差 每天穿慢袖 对 这是去最直观的感受 然后后来也觉得 其实 在这个海口的话 生活大家的节奏好像并不是那么快 然后当地人好像也是 很安逸的在生活 四个月的拍摄期间 那有没有什么除拍戏以外 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 过年嘛 在海口过了一年 然后 那个 家里面人也搭了远跑过来陪我一起 对 因为已经 呃 得有两年吧 对 没在家里面工点 但是 但是家人音乐都是 我在哪 他们就来哪 陪我 对 工点的时候 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动 对 拍完这个戏之后 因为你能拍的几步行 那你拍完这个戏之后 你觉得 那对自己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比较成长啊 或者说 人知上 那有一些进步的事情 嗯 就是 信念感上面 更加上了一层 我自己想 因为之前演戏 无论怎么说 都是有对手跟你搭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 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东西 供你参考 但是 这部戏在梦里面有很多的 比如说 一些 一些就是 一些就是 过往的 生物啊 然后就比如说 天上的那个太阳啊 月亮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特效的东西 这个是完全没有 支点在的 就是 就是给你比如说一束光 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他东西就是完全在靠你想象 然后你在跟他比如说 交手的时候也是 你在跟空气 对 这个就需要 我觉得需要自己有很强大的信念感 去真的觉得 真的有这个东西在 然后你去再跟他演 这样的话 可能出来做完特效之后 那效果会很好 自己也比较期待 对 没有看到特效做出来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是挺期待的 然后这个系列呢 嗯 是这样就是如果 播出了之后 也是看看大家都 喜不喜欢这种模式 因为之前没有过这种模式 然后咱们也去尝试一下 如果大家都很喜欢的话 那我们以后 可能每个系 下轻 或者下轻拼前 我们会录一下这种 就是咱们自己聊天的这种 一些想法 看法的这种 访谈模式的 模式吧 就是 比较轻松啊 嗯 就可能 我觉得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种 特别拘束 对 咱们在这个类似的视频 就第一次拍嘛 就是刷枪之后 抒发一些感想的这种视频 嗯 然后 然后 如果你觉得咱们再继续往下做这个视频的话 那 有没有什么特点 特点 就是真实 就是讲 就是自己该说的 哈哈 贼真诚 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还是 还是有感觉 对对对 肯定有感觉的 演演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 然后 体会着 我觉得演戏就是这个 这个 比较 就是你在感受他的感受 然后说你在 呃 经历着他经历的事情 可能 呃 这个事情没在我本人身上发生过 但是你在演的情况下 符合到 所有的东西摆在那里 其实已经有了那样的期待 所以 对 希望 毕业之后的你能够好好工作 然后 啊 找回自己 对也珍惜身边的朋友们 啊 我我是希望余浩在接下来的生活 呃 就不剧透啊 就是 说 能够找回自己 对 然后之后奔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努力 然后 定准自己的目标 就加油 接下来的日子 反正 我演是演完了啊 接下来就看播出了 肯定还会跟大家见面 那对于我来说 可能这个角色就 跟我要说再见了 然后也希望他 对 好好过来的 杀心快乐 好嘞 那各位 再见